我们再看西方基督世界 今 已无路不思议 感生聚会一处 未思议 如熏如痴 同敬无名 同登妙救 那么西方世界 这个凡神同居 跟社方祝福世界 凡神同居 完全不相同 欧耶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 今竟是现在 现在已经无路不思议 无路不思议 说这些圣人 大概我们没有问题 如果是我们去往生的人 恐怕又怀疑了 旁边有这个小字 就是为我们破除这个疑惑 独善根福德因缘 这经上面说得很清楚 不可以守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病 各位要知道 一个造五历十五 他肯相信 他肯念福 他能往生 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具足 多善根福德因缘 不能小看 陌生有年重 陌生有年重 为我们开始的独善根福德 为我们开始的很明白 如果不是独善根多福德 你跟他讲了 他不能讲 他一生造作物业 那是另一把事情 他能相信 这是独善独结 善根成熟 否则的话 不可能一相信 信了之后 立刻就发育 救求生 这是福德 肯虚 肯念 这是福德 多福德 怎么多呢 心心极致 那怎么不多 心心 无量 无边 你念一声 一声 无量 无边 的福德 念两声 两声 无量 无边 的福德 你不肯念 每一幅 不想去 不肯念 没有福德 英语 是有善知识 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你 这是英语 这是英语 弥陀 弥陀本愿的加持 那就是不漏 不思议 通常我们用一个字代表 叫敬意 敬意 就是不漏 不思议 这个方文叫修 敬意 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敢得 佛与这些住上山人 聚会 一处 是这么一种事情 要不思 无漏 不思一夜 怎么能跟这些 等觉菩萨 天天在一起 这无漏 不思一夜 要不说清楚 我们不知道怎么个修法 可是各位一定要记住 通常我们说的最简单 真心 切约 一心持明 真心切约 一心持明 就是新心之极致 我们自身具备 因为心性的极致 能念的心 是心性的极致 这一句 梅桃名号的功德 就不可遂 因为 梅桃名号不是他 也是自信的 得好 自他般 我们用心性极致 明号功德 也变成极致 无漏 不思一夜 那么再加上阿弥陀佛 本愿功德 给我们做真上愿 所以我们才能够 跟主上善人 聚会一头 跟他们在一起 唯一四有 他有能力 做我们的老师 实在说呢 他的身份呢 是我们的学长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是老师 他们这些人老师 也是阿弥陀佛 我们的待遇是平等的 所以到那个地方 跟等救菩萨是平等的 我们烦恼没有断 智慧没有开 这些人呢 无时无刻 不帮助 所以成功快速 如心如痴 这是比喻 像兄弟一样 这个比喻 是从诗经里面来的 诗经里面有说 恶事吹勋 忠事吹耻 这个勋耻 是古时候的乐器 形容兄弟 活目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跟这些等救菩萨 像兄弟一样活目 好